早点回到台湾继续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这是横行台南市街头这批飙车族实在很嚣张 带您来看到就是呢 这位无形的青少年逃避检方的蓝姐 凌晨以一百多公里的时速哦 在街头就这样一阵狂飙 警方呢出动了十辆的警车 来围捕追了大半个台南市 终于呢前后包抄把他抓到 不过更夸张的是一口气呢 他竟然被开了七张的罚单 无形男子开着这辆黑色自小客车横行街头 时速一百多公里 如露无人之境 警方在后面加速马力狂追 逃避警方的蓝姐 无形男子开车在街头流窜 闯红灯蛇行还逆向行驶 警方出动了十辆警车 到了大半个台南市区前后包抄 终于将他蓝姐为捕到岸 十多名远警一涌而上 把所有的青少年压制在地面 警方在车内起出了警棍和铁棒 但无形男子却辩称不是飙车族 平时很少开车上街头 尽管青少年喊冤 但事实摆在眼前 警方不止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还开了七张交通违规的罚单 罚金四万多元 要飙车族不要挑战公权力 昨天新闻赖冠章谈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